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 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徐国勇史无前例地将警务部门负责人陈嘉钦 以所谓涉嫌伪造文书罪名移送台北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却以所谓程序不完备为由退件 直接打脸徐国勇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也参与其中 不满徐国勇没有据实已告 又勉励陈嘉钦坚守岗位 一个警政人事案民进党当局高层从行政 内政 警察 检调等全部亮剑对决 台湾这场政治斗争之凶狠可谓罕见 针对此次人事争议 有台湾学者认为 不管基于何种原因 外界都会将民进党内的较劲动作视为权力斗争 也有台媒表示 现在民进党内的这些争斗都来自对蔡英文连任后的接班想象 民进党内的各个派系已经按捺不住 争先恐后的卡位布局 虽然蔡英文表示一切以防疫为重 但是这些争斗似乎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现在 台湾的疫情仍在持续 然而从日前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大动作调整所谓台湾公营事业人事布局 再到现在这一次人事争议 似乎都显示出民进党内不同派系对于520后权力分布的渴望 只是这样的做法到底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怎样的观感 又给台湾的疫情防控带来怎样的影响 他们似乎已经无暇顾及 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反毒大将之称的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人郝伯村 于3月30号在台北逝世 享年101岁 台湾陆军二级退役上将王文谢 29号在新北驾车时 突发事故不治身亡 享年87岁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0日应询时表示 对郝伯村先生 王文谢先生不幸辞世 表示深切哀悼 对他们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郝伯村先生 王文谢先生民族情怀深厚 坚决反对台独 致力国家统一 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贡献良多 赢得两岸同胞广泛赞誉和敬重 私人以示 风范长存 期待两岸同胞携手努力 坚决反对台独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致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民进党派系斗争浮出水面 上斗下 下斗上 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疫情当前 民进党各派系在争什么 这会影响到蔡英文第二任期执政吗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强势内斗 民进党为权力撕破脸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徐国勇 以设伪造文书为由 调查所谓警政署长陈嘉钦 引发台湾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不满 质疑徐国勇是带头作乱 对此 台媒批评称 新冠肺炎疫情在岛内不断升温 民进党各派系却忙着 争夺蔡英文第二任期的重要职位 这也让绿营内部的权力斗争 提前浮上了台面 那么民进党内各派系 究竟在争夺些什么 只有会对蔡英文下一任期的执政 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 台湾史新大学的尤子祥教授 以及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主任编辑张斌先生 欢迎两位 三城北京的张冰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三城你好 台北的尤教授好 全球的央视观众 大家好 有关民进党内斗的消息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个短片 蔡英文赢得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民进党内各派系都蠢蠢欲动 希望在下一任期的行政团队人士布局 和两年后的九合一人选中 占得先机 近期苏贞昌撤换重要公营事业主管 徐国勇法办警政署长 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分析称民进党内现在不止派系斗争 还上斗下下斗上 政治戏码令人目不暇接 也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 疫情当前 民进党当局只知争权内斗 不知为民服务 吃相实在难堪 在前面的新闻短片当中 我们注意到进一阶段 民进党内部可以说是从上到下 这个斗争不断 火药味也是相当的十足 那么游教授来介绍一下 究竟是哪些派系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 斗得如此激烈呢 现在台湾跟全世界一样 也在防疫期间 照理说政治新闻得到的版面比较小 可是你会发现 最近民进党上新闻版面的机会 还蛮多的 那其中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呢 是苏贞昌啊 他呢 最近跟他底下的管台湾内部事务的徐国勇 以及徐国勇所管辖的台湾的警政署的署长 这三个人之间 似乎有一些很严重的沟通问题啊 那发生什么事了呢 简单的说 就是由于啊 这个警政署署长这个陈嘉青 他用的人啊 以及用的过程 大量用了他的自己人 然后徐国勇呢 显然有意见 然后看起来苏贞昌是支持警政署长的 所以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徐国勇居然把这个警政署长的人事的调动过程 当成一件违法的案子 跑到移送法办了 告到检察官那里去了 然后没有事前告诉苏贞昌 所以呢 明明是一个人事调动的案子 搞得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 内部事务主管 跟警政署署长三个人打成一团 那大家想说 到底怎么回事呢 就有人从派系角度去思考 因为这个警政署署长陈嘉青 背后的后台呢 他过去是高雄出身的 是陈局的人马 然后苏贞昌当然自己一派 然后徐国勇呢背后也有个人的 他是现在民进党里面的一个派系叫海派 是台湾一家电视台的老板的 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三派打成一团了 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 是苏贞昌忽然啊 一般台湾人士调动 要等到520嘛 大家都调动的时候做一个调整 他在520之前 他就把台湾的一些公营企业的人给换了 换了换什么呢 他说未来不要给政治人物做了 这个要专业导向了啊 可是他换掉的人啊 都跟桃园那个地方有点关系 过去这些人马 因为桃园市的市长叫郑文灿 郑文灿相关航空业的这些公营企业呢 他是有话语权的 可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听郑文灿的 就直接把三个董事长 官派的董事长都换掉了 大家说是不是苏贞昌又在动郑文灿 郑文灿也是新潮流的 那另外还有一件 是有一家中部的台湾有线电视的公司 才刚在台湾的通讯委员会 通过要成立一个新的电视台 新闻台 台湾要通过新的电视台 不容易的 通过了一张执照 结果一个礼拜之内就撤回这个执照 为什么呢 据说是苏贞昌反对 那这个电视台的后台是谁呢 据说是管台湾交通部门的林嘉隆 那林嘉隆背后的派系叫郑国会 所以你看啊 忽然在防疫期间 就连发着至少这三件事 看起来是民进党的派系 已经为了警察的人士 为了公营企业的人士 还有为了电视台要不要发执照 打成一团 所以有人说啊 怎么防疫已经够乱了 民进党的执政团队还自乱阵脚呢 就如同苏贞昌说的 这个自己搞得天下大乱 这个时候 大家当然关注度还是蛮高的 说了半天 没有一件事情是和防控疫情有关的 不过说来说去斗争斗争 那么斗的目的就是为了后面的争 2020选举是外斗跟国民党争执政权 那么现在执政权争到了又开始内斗 那他们又是为了争什么呢 在台湾啊是这样 就是他内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卡位 所谓卡位就是占个位子吧 占个位子那图什么呢 无非就两件事情 一个叫权力 一个叫金钱 就是权和钱这两件事情 我们知道国民党这个在上次的选举中 败给了这个民进党 那么蔡英文连任 蔡英文连任之后呢 按照相关的惯例 5月20号之后 也就是520之后 新的领导人就职之后 依照惯例 行政团队应该总辞 就全部都要辞掉 那么以往来讲的话呢 一旦辞掉之后呢 就涉及到行政部门有好多坑啊 部会的首长啊 相关的重要职位啊等等 这是一大块 既有权力 其实也这底下也有不少钱 还有一块呢 就是公营事业单位的董事 或者相关的这种高管高层 这些呢 收入上当然是肯定是有很大的保证了 所以你看这次啊 苏贞昌也好 还是其他派系也好 他们的这样一些动作 其实都在为未来的卡位在布局 比如砍 苏贞昌砍掉了华夏航客呀 还是桃源的航琴啊 等等这些高管 那目的其实 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坑给腾出来 当然这里面也有派系斗争 所以这样的一种惯例呢 在这次呢 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一个是呢 这次台湾岛面临着疫情的一个影响 理论上 苏贞昌 你到520应该换人了嘛 不管你是连任还是怎么 你先总辞吧 但是呢 这次因为疫情影响 理论上呢 苏贞昌可能会继续干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涉及到不同派系利益 就开始矛盾激化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 不管是涉及到公营企业的 有钱有权位子的这些董事或者高管 还是相关行政部门的具体职位 都是民进党中间派系要争的一个焦点 而这里面相互之间呢 既有斗争又有妥协 你比如过去我们说新潮流 和这个苏贞昌的苏系合起来 叫新苏联啊 这个合起来 现在你看一会儿这边打徐国勇 那边又打陈嘉青 他这个苏系和新潮系也有之间的矛盾 所以就说内部有小矛盾 外部有大矛盾 民进党的这种种操弄 其实还是最终 跟他以往的党的惯例是一样的 在获得胜利之后 怎么来瓜分这些胜利的果实 抢占最有力的态势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台湾跟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就我们说生活是什么 生活是一个期日 接着又一个期日 台湾是一个选举 接着又一个选举 那么这次民进党胜利了 他的目标已经直指2022了 就看到了下一次选举 某种意义上讲 卡位除了钱和权力之外 他也在为未来的选举 各个派系在布局 所以这些利益综合到一块 我们就看到虽然胜选了 虽然岛内面临着防疫的巨大的任务 但是这种内斗仍然还是非常的白热化 民进党马上就要进入 它的第二个执政期了 所以现在民进党内各派系 之所以打成一团 就是为了能够就由这次重新洗牌 为个人也好 为自己的派系也好 多争得一些利益 为自己来谋划 那么经过这样一段时期的内斗 据您观察尤教授 现在哪一个派系是比较占上风的呢 而且据您的判断 未来的走向 这场闹剧又会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本来大家以为要这么内斗 起码等到五月嘛 520要改组 看看哪些位置空出来嘛 然后做一个调整嘛 那包括民进党当时党职人员 也有很多要空出来 所以大家看看到时候 谁适合放哪个位置 再来斗嘛 结果你看现在三四月就已经斗起来了 而且斗的天翻地覆大乱斗 刚刚这个桑成说 哪个派系占上风呢 现在已经斗到了 大家传统对民进党那个派系的逻辑 有的时候也不容易解释了 为什么 那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中间有些脉络的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 郑文灿的人马 台湾的桃园有个大机场 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公营事业 这些公营事业的董事长 因为官股占多数都是官方派的 你去动这些人就是在动郑文灿嘛 这个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苏贞昌去动郑文灿 他以前他能够出意见的这些机场里的 管仓储的 管清洗飞机的 管后勤服务的 地勤的 这些人呢 他居然苏贞昌一次换三个 那当然对着郑文灿来 所以认为新潮流这次受的伤挺大的 然后他去挡林嘉隆的 据说是他的关系很好的那个电视台 他不是去事前运作 是那个通讯委员会已经通过了 他居然在七天之内史无前例 说自己已经通过的东西 自己在撤回 这个也被认为 你的对象是不是林嘉隆啊 我们知道郑文灿跟林嘉隆都是接下来 在蔡英文任满之后 民进党里比较有竞争力的两个人 所以苏贞昌去动这两个人 大家就想说苏贞昌在干什么 他是不是也在扩张自己的实力 顺便利用蔡英文可能不希望这些 接班人这么早出头这样的心理 配合蔡英文的默许 在党里搞一些自己实力扩张 压制这些后起之秀 有没有这个目的 所以大家其实猜测是很多的 所以民进党里面各个派系 现在势力最强大的 当然还是新潮流 但这一次看起来受伤蛮重的 看起来警政署的这件事 徐国勇的这件事 背后是海派 因为徐国勇以前是这家电视台的主持人 所以你就知道海派在扩张实力 苏派在扩张实力 然后对付的对象 就是本来很大的新潮流 本来很大的菊派 然后蔡英文那一派在后面就在看 然后郑国会也在扩张实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概从现在到五月之间 这个各派系彼此斗争 占位置的这件事 恐怕会一直上演 一直到大家都找到位置 分赃完毕为止 选前团结一心的民进党 为何选后出现派系混战 蔡英文能平息绿营内斗吗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看来各派系都是不甘示弱 虎视眈眈 而且这么早就开始内斗 大概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先下手为强 不过说到民进党这个政党 也是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在2020选举的时候 他们为了能够一致对外 像赖清德和蔡英文两个人 尽管在初选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势同水火 杀得刀刀见骨 但是最终也能够握手言和 但是现在一旦 整个民进党的政权夺得之后 自己人又打的是不可开交 所以是不是真的应的那句话 是一个外斗内行 内斗也内行的政党 民进党它的目标很明确 从近期来看 就是从眼前的利益来看 我要夺得比如现在选县市长了 我要夺得县市长的这个位置 现在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了 我就要夺到这个位置 至于背后怎么在乱 那我先拿到这个位置再说 国民党照跟这相反 国民党是各有各的算计 但是这个算计的最终 又形不成一个大家的共识 而民进党是各有各的算计 但是说好了咱们秋后再算 至于是秋后算账 还是秋后算钱 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位子了 拿到位子咱们就秋后算钱 拿不到位子咱们再秋后算账 这是民进党的一个 本身党的风格 所以你看在以往的 这样一个历次的党内斗争中 对于这个整体来讲 就是他的大选来讲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苏贞川 就是这个赖清德和蔡英文之间的 这样一种对决 这种对决在当时简直就是看到 就是民进党要完蛋了 要分裂了 那刀刀剑骨啊 双方之间能够杀的已经是这个 就是杀红了眼了 但是最后怎么样 一旦到了目标一致的时候 马上就能缓和 双方互相站台 互相夸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都是台面上的话 面和心不和 脸上在笑 心里捅刀的时候 但是他的诉求和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这是民进党能够屡屡获胜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一旦说是有了这个位置之后 下面就开始了 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排座做分国国 大家开始利益分配了 政国会也好啊 还是我们看到英系也好啊 还是刚才尤教授提到的海派也好啊 各自都开始来卡位了 因为这次还有一个是 一个是蔡英文高票连任之后 面临着马上的520的就职 然后人事上面的一系列调整 另外呢5月份的时候呢 国民进党的地方党部 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个主委的改选 也是在党内的一些事物的调整 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 民进党在很多地区都是有两组以上的人马 在竞争的 那么这个时候谁当主委啊 谁占有地方的资源啊 这里面其实也有这种利益的博弈在里面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你就看到他现在位置坐稳之后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上的分配 所以想请教尤教授 现在整个台湾社会啊 特别是民众对于民进党的做法 有什么样的评价 而对于他们即将进入的第二个任期 如果还这么争下去打下去的话 会对第二任期的执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分位子啊 我相信对民进党而言 形象是绝对不利的 他其实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 就是在等待下一次 选民再用选票告诉他而已 那现在的民进党分位子 到了什么地步呢 他到了这个以前民进党的派系 叫做什么美丽岛 新潮流 还有点理念的 不是那么人 不是那么跟着人的 现在民进党的派系 鹰派 菊系 苏派 苏系 泄系 海派 搞了半天 怎么讲来讲去是人的名字 过去还有点理念说美丽岛温和一点 新潮流呢 可能战斗的团队纪律强一点 还有点文化差异 现在搞了半天就是老大是谁 用人的名字来决定 而且民进党过去说什么 党政军最好不要介入媒体 照他们过去的说法 结果呢 他现在怎么干呢 现在不但那个海派 中常委的背后就是个搞媒体的 而且我前面说了 郑国会这件事 林嘉隆也被认为是要自己搞一个媒体 发展自己在媒体的势力 所以搞到最后啊 大家都想学这个海派 海派有了电视台啊 可以用电视台来攻击政敌啊 这太好用了 所以现在民进党不但是 每个人挂名的派系在抢位置 而且连抢的时候 连媒体也要抢 这些动作都会让很多台湾 长期支持民进党的理想的人 有的人认为民进党虽然搞台独 很邪恶 但是呢 他至少在改革上 以前还有些正面印象 他现在这么干 让人觉得你拿到权力之后 怎么吃相可以难看到这样 你说好的要退出媒体呢 你说好的不要仇庸要专业呢 去哪里了呢 看起来都是谁是谁的人来决定 我觉得民进党这样搞下去 最终在人民心中 还是会失去人民对他的信任的 确实啊 失去民众的支持 因为大家看到民进党 如此的为自己争权夺利 忽视民生啊 下一次就应该不会再把选票投给他 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斗 您觉得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现在她有什么样的打算 她有没有能力来平息这场内斗呢 如果短时间当中不能够平息的话 那么她这个第二任期怎么能够顺利的进行呢 蔡英文是这样 蔡英文原来因为她没有派系色彩 大家能够啊基本都能接受 但是没有派系色彩 你的实力就不强 你在民进党内 你的这种作用就会受到大大的一个钳制 所以蔡英文其实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她在这个执政之后呢 也在营造自己的势力 包括现在我们说的鹰派啊 她也是一派人马 那么另外呢 在第一个任期内 就是在蔡英文第一个任期内呢 执政是不利的 民怨沸腾 所有的政策啊 老百姓反对啊 你看这前一段时间 年轻改革啊等等啊 劳工条例啊 一系列东西 遭到大家反制的时候 她的状况是比较危机的 所以她要跟相应的一些派系 来进行一些这种利益的交换 比如要结成这种 跟新潮流不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非新潮流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力量 来跟她对决 但现在我们看到 一个蔡英文已经连任了 而且是高票连任 另外经过这么多年的 在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任上 在党内的这样一种运作 她的这种实力 在当时各个派系 都比较压制的时候 只有鹰派的这个势力 相对来讲 还有一些热度 这种情况下 其实她已经做的 相对比较稳了 当然民进党内这种派系斗争 不可能说一个人完全摆平 那涉及的利益太多 你别以为你是台湾的领导人 你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摆平 但是她现在的作用和实力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那么特别是 现在有消息传出 5月份的时候 蔡英文很可能还要回国 再当民进党的主席 这样党政一把抓 既有党内的决策权 又有这种相应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她的实力将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提升 所以这样的一种现状就是 她当然是民进党内势力比较强的一股势力 各路人马又都喜欢看风向 如果一旦你强 她可能就过来就覆随你了等等 所以蔡英文在这次的人事安排中 还是有一定的能量的 但是由于他们这种派系根深日久 你知道台湾民众 原来最讨厌的就是民进党这种丑恶的派系文化 这是让老百姓特别反感的 民进党这样一个任人为亲 善于使用政治酬庸 热衷于权力的政党的属性没有变 这其实给很多台湾民众一个非常不好的观感 就是你在选举的时候说了那么多的话 希望带领台湾怎么样 希望改善台湾怎么样 希望把民进党能给台湾做什么 但是实际证明 在防疫的这样一个这么重大的事件面前 你的内斗仍然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原来那种丑陋的民进党 热衷于选举 热衷于权力的民进党 好像本质根本没有改变 确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虽然参与民当局嘴上喊着防疫优先 看似是重视民生 但实则内部派系斗争不断 卡位夺权 所以试问如此执政党 究竟是为人民服务 还是为自己服务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邮教授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张斌 谢谢桑辰 谢谢邮教授 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